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它是同意搭配 它就是每样搭配都正好它才能好吃 你们点早呀 早 开始工作 北方就是那种青头萝卜 水萝卜水分大 它勉 青头萝卜水分小弄的比较慢 这个放的是茴香泡的花椒水更入味 一般你们去拍那个早点也是启动的早梦 嗯 这大哥正好在睡觉啊 嗯睡觉 就实属让他多睡一会 好了呗 好了 好了 你带一会儿 好的 今天那个出去远门吧 早上先吃碗砸着 再走就吃不上了 哎这个是你的啊 嗯 你们俩中间谁对谁更好一点 你说呢 比如现在这个早餐吧 基本上都是男士先出饭 但是我们家就不是吧 其实 其实 这么说 女的太能干了也不好 做个小鸟艺人不好吗 小鸟艺人不好 告诉他 话 heart 都没想到 身体里面 你又只要吃 哎 这个还不想到 虚子 银肉 这都是怎样的 50斤 几个几个 两个摊煎面的蒙 三个盖子循环了 经过加热的盖子放到上面才能把这个拔起来 住清房的时候必须吃这个 这个叫发家煎饼 不许吃不到这个 我们是地理上种的 我们也是地理上种的 去中国只有洋城楼 来到这儿咱们就相遇了 约饭 多粉条的要不要辣椒 好的 两位是一位放球多的 一位正常的还是 早正常 来到这儿咱们 来到这儿咱们 吃了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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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腿就我们抚养油 整个就是抚养的 有点凝食 在我眼中最好吃就是鱼腿的 鱼腿的 它就是香 白东西这个鱼腿 这是我的婆婆 刘真 阿媳妇 我叫谢芳芳 货尔芳 没有就涂了一下客户 太暖了 是好看的 鱼腿的比较筋肋 有脚头 长一年不吃就非常想吃 这些人鱼腿好吃 我去我每年都到一个 什么年 二十年年了 我吃其他家的鱼腿 我吃不习惯 鱼腿吃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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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请到5点半 到9点半 然后就点汤 鱼腿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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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阿媳妇 天天 你们来 我就早点过来了 这个人 太厉害了 这 阿媳妇 我觉得你拍的这几天 还是以我不好为主 它确实挺不容易的 别拍我 别拍我 多拍拍我 行 咋玩 咋玩 小玩儿带走 开始拍不来呀 这都把给你来个镜子 还是同意搭配 它就是每样搭配都正好 它才能好吃 它辣椒都自己炸了 香 酱也香 每天都来 我吃的我二十八娘 它不会炸的比较好 就是放的料多 料少的问题 这位小姐姐吧 芝麻酱放的比较多 它就吃起来很腻 那个老奶奶呢 她做的我感觉是恰到好处的 我理解不了 因为我 我觉得我 感觉做的已经挺好的了 为什么就接受不了呢 还还坚持 鸡蛋炸火 清热的 它煮的也好吃 是小姐姐吧 你以为我是小姐姐是吧 哈哈哈哈 我是 中国道教学院毕业的 也算是一名道士 你现在做的 今年二十一了 你怎么就想不开了 什么叫想不开 那是我想的开了 好吧 釜阳 历史上叫 胡子国 在西周后期 这个地方已经开始建国了 到这个里面叫尹周釜 然后呢 再叫顺唐 南童历史上 一个顺唐大捷 然后再往进来以来 我釜阳那个名人 在那个釜南的甘果 引上了那个管报指标 管中报釜阳 还有林泉的姜主阳 希望你们去就可以 就多宣传一下釜阳 爸爸叉叉嘴 这给老六了 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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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多 多了 几根了 几根了 不要那些 倒过了 吃个东西 不要吃八小酒 你看就行了 都是吃多少年的饭了 有时确实有压力 对 因为有些老顾客嘛 有时候我就特别的 调饭的时候 心惊胆战的 因为我不了解他们的口味 我婆婆是一个 比较追求完美的人 但是我比较要强 当你去让别人去比较的时候 你肯定是会有压力的 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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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